党政消息部分来关心到获得民进党征召参选台中市长的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展开了谨议之旅 首战就先拜会前台中市长林佳龙 外界解读颇有破冰的意味 这个蔡奇昌说呢彼此没有心结所以无冰可破 也形容两人关系或许不像滚烫的热水 但也像温度适中的温开水 林佳龙特别准备了菜头奇异果跟葱蒜 取其谐音蔡奇昌给予祝福外 还评估蔡奇昌胜选的机会超过五成 未来的新好市长来挑选这个吉祥物 送上菜头奇异果跟葱蒜 这些加起来就是蔡奇昌象征出征台中市有好彩头 蔡奇昌获得征召请义之旅的第一站 先见前台中市长林佳龙 兄弟攜手合作 其实是震撼三合 盛选的机会超过五五波 称两人是兄弟 不过征召前的派系角力可是刀光剑影 林佳龙回国参选传言不断 子弟兵台中市前交通局长王一川 突然宣布争取提名 加上清新系的何新纯也角逐 背后都有林佳龙暗中相挺 新系跟郑国会的粮子结大了 这场败会也颇有破冰意味 或许不像滚烫的热水 但是也像这个温度适中的温开水 喝起来人都很舒畅 所以我们两个无兵可破 所以我今天来没有感觉到有兵要破的感觉 批绿袍出战前先安内化解长期以来的新结 营造大团结氛围 两人此刻抛口一致对准卢秀宴 台中市在这四年来 几乎没有什么新的重大的公共建设 就是有一点在吃老本 四年时间原地踏步 我会把这个马拉松先当成一百米来跑 因为我们必须要把过去四年所落后的要赶回来 挑战罗兽宴的连任之路 年底要胜选 两人先把派系间的争议摆一边 记者小米先生 陈世杰台中报道